它是你高中时最讨厌的类型 也像极了高考时期的你自己 相貌平平 来自普通的家庭 但因为做事积极 第一次成为了班长 欣喜认为这是一次改变的机会 时间来到高考的第一天 他提前20分钟 交院走出考场 他的反应在这沉重的氛围里有些出奇 但是离开了高中 高考才是给年轻人上的第一堂课 初分那天 妈妈欣慰地告诉他 他自己知道这句话背后的含义 少年看着分数呆愣在原地 接着是一声叹气 高考把所有中国学生的前半生 都凝结成这几日的回忆 又当上班尾 拿下万元奖学金的机动 又离开家乡 走向大城市的憧憬 是自己的敏感且努力 家人的鼓励与同情 高考是一个有些沉重的成年里 这个负担越重 生命才会越天进大地 我们家他是第一个大学生 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喜事